他家在基隆他走路走横的 你知不知道 比螃蟹还横 红灯不用停 我跟妳讲 基隆人一半的钱放他家里 他怎么不横的走 基隆恶性是他们家的 谢国良阿公日据时代 在日本长期大学药学部念书 那也是士绅 回到基隆开药局 以前早期开药局 对不对 都是当地的士绅 所以郭北达就扶他爸 扶他阿公谢清云 就要去当省议员 省议员当道的时候 像谢家就是整齐的 我爸那就是不整齐 我阿公那时候 也是被国民党政府扶植的 也是在日本念书 民国七十几年当同和乡乡长 只是我爸那边 没有人要接下来 所以我才说我是正断代 正断代 断了一代 搞什么东西 全部去当公务员老师 那谢家就很丁精 嘱咐谢清云当省议员 后来就把他吃下来 因为收归国佑 省政府有安排权 他就安排他祖父去当 这边的那个董事长 就整个吃下来 谢国良爸爸 谢修平就很丁精 跟我爸爸不太一样 就当继续当省议员 当议长 那恶心就他们家八股 对不对 再来 他的这个 另外一个儿子叫谢修智 谢修智就搞沙拉托 对不对 沙拉托就日新化学 那你看一代代累积 祖父那一辈要去念书 靠知识翻身 爸爸那一辈 稳稳谢修平 接省议员当议长 到儿子这辈谢国良 一出道就当立委吗 你看我跟他的这个 机遇差多少 最年轻的立法委员 2005年30岁当立委吗 39 对不对 还在这边三千载 对不对 领三千 我们本来议员本来就是相对多数 就可以选上的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选区里面 我们都不是那个过半的得票 所以说 如果我们的对手要操作罢免 真的是轻如反 易如反掌 所以说 你不上心是因为 你很容易被罢免掉 对 我根本不会去 唯一的问题只有一个 他是不是真的要罢免我 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完真的 如果他们要完真的 他们一定做得到 我对国民党组织的能力 绝对没有 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我不相信他们做不到 对 那所以说 那所以你看 一接是一趴 二接是十趴 然后如果要罢免我的话 要我们选区里面二十五趴 这个太容易了 因为我们选区里面 有七个议员 有四席是国民党 我很纳闷 你说他罢免你的理由 叫做意见太多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他们现在基隆 是要独裁了吗 要变基隆国了吗 民意代表不能有意见吗 你们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直语还叫上对下 你们随便讲一点话 就叫意见他被罢免 对啊 是啊 而且说真的 我们要求的东西都是 市府本来就应该 给我们的东西 包含这个重大的 投促餐案 相关的资料 在我揭露这件事情 到后来我们这个事情 爆发成全国新闻的中间 曾经有一整个月的时间 借用市政府 把所有的资讯 全部通通都下架 网站上也看不到 然后要也要不到 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一直到我们快要快 连时会的时候 连留言都要被删掉 这是什么基隆国 我看问题就是 像今天 陆续都有新闻开始出来 说这个罢免开始 开始起跑等等 我一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到底是谁在发动这个罢免 我们也一直很想知道 我们很想知道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基隆市里面 我很难去想象会有 在这种我们不知道情况之下 有这么多人 有办法去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直 我们也还怀疑说 怎么不可能呢 小小的基隆 怎么样动 一定也都是会动 你的氛围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市长 一直在提油救火 他从事件开始 一直到后来 他不断的在增加 自己的仇恨值 所以说让这件事情 有点没法收拾 老实讲 其实你在议会里面 好好解释 这个事情很快就会 没有了那个动力 但是他的做法 让这个动力 不断的增加升温 所以你才看到说 所以他看起来 蛮战狼的对不对 蛮鹰派的哦 我觉得其实谢国良的态度 跟这个国民党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里面的表现 他如出一致 这个大概就是近年来 他们一直相信 战斗篮 就是博取胜量的 唯一的方法 用一本六保全书的结果 可是那个谢国良 现在有人说 不只是谢一届 有可能叫谢半届 有可能吗 有可能到谢半届吗 现在真的有可能 罢免谢国良吗 我自己觉得 如果说谢国良 现在认真的要把事情 要把这个炸弹拆除 然后他真的做出一些 炸弹拆除的一些措施的话 那在于蓝大于绿的 这个结构底下 我还是觉得 其实他还是有 做完一届的机会 但是前提是 他有真的真心要去 拆这个炸弹 像刚才前面讲的 一人揪四人 那个连属书 罢免连属书一人揪四人 那只是小社的这个规定 其实在比较大的分社 恶性在大的分社里面 一人是要揪十到十五人 太离谱了吧 所以说 那在我的这个状况更是 在我所听说的 他们是直接把一些地方投人找去 然后就是说 你们一人就给他交个 一两百份出来 就是罢免你们四位 被点名的议员 我所知道是我 我其他人不敢讲 我对其他的议员的状况 谢国良自己都讲了 就是四个 包括议长全部都要罢免 那因为我对我选去比较你 那基隆王 恶性这大一点 你要保重你的工作 能够交个十个名单出来 是这样子吗 对啊 所以说其实这个 让我们地方很多的人 也很为难 就是一方面 这个市长就下令 那另一方面 我们跟一文 又没有说交情 坏到这种 有这么仇恨 就是我们平常在跑地方 是没有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他硬把事情 拉高成如此 正好 这二把 怎么样 基隆是他家的横着走 是不是 真正的 我说我的就是 我就是帮市民谋福利 我是一个成熟快乐的成年人 我不需要涂自己的力 他家在基隆 他走路走横的 你知不知道 比螃蟹还横 红灯不用停 我跟妳讲 弄着了 没有回事 基隆人一半的钱放他家里 他怎么不横的走 基隆恶性是他们家的 谢国良阿公日据时代 在日本长期大学药学部念书 那也是士绅 回到基隆开药局 以前早期开药局 对不对 都是当地的士绅 所以国民党就扶他爸 扶他阿公 谢清云 就要去当省议员 省议员当到的时候 像谢家就是争气 我爸那就是不争气 我阿公那时候 也是被国民党政府 扶植的 也是在日本念书 民国七十几年当同学乡乡长 只是我爸那边 没有人要接下来 所以我才说我是正断代 正断代 断了一代 搞什么东西 全部去当公务员老师 那谢家就很叮金 祖父谢清云当省议员 后来就把他吃下来 因为收归国有 省政府有安排权 安排他祖父去当 这边的那个董事长 整个吃下来 谢国良爸爸谢修平 就很叮金 跟我爸爸不太一样 就当继续当省议员 当议长 那二薪就他们家八股 对不对 再来 他的这个 另外一个儿子叫谢修志 就是谢清云有两个儿子 一个谢修平 一个谢修志 谢修志就搞沙拉托 对不对 沙拉托就日行化学 每个家里都一瓶沙拉托 好 那你看一代代累积 祖父那辈要去念书 靠知识翻身 爸爸那辈稳稳谢修平 接省议员当议长 到儿子这辈谢国良 一出道就当立委 你看我跟他的这个机遇 差多少 最年轻的立法委员 2005年30岁当立委嘛 桃哥几岁 三四 你还回答他 他这么弱啊 四十四岁 快了快了 这个我好朋友问我几岁 我39 对不对 还在这边三千载 对不对 领三千 他这边一出道就跳 就是谢教是真的盘根错节嘛 那我想问再问一下 听说谢国良在地方选举 你都送沙拉托对不对 最近谢国良的父亲刚刚过世 我们去参加他的工绩 工绩离开人家就会 通常会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带走的东西 对对对 一袋沙拉托 对吧 谢国良到处都送沙拉托对不对 这个我当来宾的送饼也不长了 爆大料给贵节目 爆猛料 什么料 最近是不是在讲 我刚刚有低潮满到真的是多啦 最近不是说谢国良滥用基隆二姓吗 发信叫员工全部都去投 这个一人拉四个嘛 对不对 那之前也有爆料嘛 谢国良之前在选举的时候 二姓中学校友会 他们的记性嘛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谢国良被批评 你会动用家族的企业来选举嘛 对不对 来给大家看这个画面 去年十二月十三号 还是十四号拍的 满满的沙拉托 来给柜台满满的沙拉托 这么多沙拉托 堆放在哪里 基隆二姓 怎么会这样子 二姓也顺便卖沙拉托 当然没有嘛 不是吗 他选举就是会送沙拉托嘛 沙拉托会赢多少钱 我搞不清楚 不能超过五十块 我不知道 三十 不能超过三十块 不能超过三十 沙拉托绝对超过啊 他没有那么贵 不是 二十五吧 我没有多少钱我不知道 我没有用过 看到没有违反选办法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嘛 我跟你讲 他就是公开的哦 这个基隆二姓 就是在市场旁边的恶性哦 然后公开在恶性旁边堆满沙拉托 窗户还透明的 每个经过的时候都看得到 也不隐藏 我那天帮郑文婷扫街 嗯 然后经过说 这就是谢家送的沙拉托 嗯 让我拍着看以后有没有办法用到 有 就用到了 等一下等一下 宜兰的县长 送什么 鹿龙九 鹿龙九 不是啦 不是鹿龙九 送的什么 红鹿酒 纪鹿酒 基隆国的谢家送沙拉托 沙拉托嘛 因为沙拉托嘛 他问你选举的时候送什么 送我的爱心 送博的 博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看 他滥用救星资源是整天的嘛 嗯 对不对 全基隆都知道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啦 谢伟良不要这么勇敢 去欧洲玩个两个月 事情就过了 嗯 不要搞到被罢免 这个市民给他的底气啊 接下来 接下来把这个东西呢 李同学 你还要选委员喔 就很棒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今天下午最新的进度 是什么 是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已经开了个记者会表示 因为市长跟佟子委议长 已经会面过了 两个的共同共识 就是说各自安抚自己的支持者 说不要把这个事态再变大 因为说真的啦 你精算下去就知道 同议长他罢免只需要八千四百零机票 他绝对是比较容易的嘛 那这种互斗或是这种政治操作 凌驾于这个市政讨论 大家想看到吗 还是大家真的想要这个鱼死网破 不想啊 不想看到 或是基隆变空城 因为都被罢免 可是他 他开第一枪的是你们 为什么你们讲的好像一副 你们是被迫的一样 搞什么 第一枪的是 人家先要罢免这个谢国良 在做政治的操作嘛 所以才有 如果是罢免 所以我觉得基隆市党部 从头到尾都很简单 我们全部都是被动的情形 如果你要做政治操作 那大家抓来做政治操作 可是现在 如果大家 大人都已经讲好 要降温了 那就共同降温嘛 所以是要降温了是不是 降温了啦 我覺得已經降温了 他跑去握同职委的手 所以要降温了是不是 終于把我们的话听进去了 知道看到这个罢免 欲计失神 就决定握手了是不是 沒辦法 我跟你講 罢免是这样子 就是要名气 真的是超级沸腾 那这件事情 就是Net自己跟大日的 这个契约的争议 然后要牵连这个基隆市政府 民众看得下去吗 看不下去吧 你那个军国关系是不是搞错了 就是Net跟大日的关系 不是今天是大日 所以警察是大日叫去的 是不是 我说这整个 你看像这个Net 他也申请三次的行政假组分 现在二薪员工是不是自愿去簽的 你那件事情你回答了没有 过去的都过去了 你这个录音档是真是假 我们都还打个问号 好 过去的都过去 我们想请教林涛啦 找二薪的员工 你要在大社工作是不是 交出十个罢免名单 我讲的不要谦虚 他是说十到十五个 这你看得下去吗 而且那个录音档 到底是真的假的 都先打一个问号嘛 你觉得可能是假的 那重点就是今天谢国良 跟同议长都已经出面讲说 那要降温的 代表这件事情 不管过去是谁谁谁 或是很多公民团体 平常说跟我无关 要做政治的防火箱 大家都会贵啦 但是如果要继续炒下去 就是两败俱三 我本来想肯定林涛 对于翁晓琳的这个 等于说评论呢 是中规中矩 不偏不倚嘛 對不對 結果没想到在这里破功啦 很简单啦 為什麼 这件事情不都是谢国良 市長自己搞的吗 你不要搞了 不要开记者会 不要讲一大堆 不要直播的时候 都讲了一大堆 然后不要摸摸摸摸摸摸摸一大堆 这件事就继续了嘛 请问之豪啦 谢国良一路以来 走的都是赞男性格 他不怕赞 他也不会赞 这次为什么要递出橄榄枝 怕了吗 他每一次都这样子啊 先冲突 然后遇到了自己 没办法处理了 又縮起 然后再说我可以谈 之前他跟Net之前也是这样 先去夜闯商场之后 然后发现民意浪潮 盖过了他 他才说我愿意跟Net谈 但另一方面又另外一 两面手法 就是一方面继续 私底下很硬 但表面上又一副 我都很愿意谈啊 我都很好很好讲话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所以他其实就是 我觉得他现在真的很需要的是 不只是 出国是大概唯一最好的方法啦 要不然就是换一批幕僚 带着正确版的六法全书 而且我觉得他 其实他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他都会用公堂来用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 基隆市政府以前 可能不够他去 请一个好的公关团队 他干脆用自己的 自己的存款 去找一个真的好的公关团队 帮他度过这个危机